好了比赛开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体育直播TV为您现场直播的2021赛季中国足球协会假节联赛第十轮 贵州队对阵北京理工 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张龙 很伤士气 看这个球给的不错 贵州队的好机会到了门前 打门 球进了 16分半钟 这是伊利哈姆江 这次又炉的进攻啊 这是左边后位压的太靠上了 李献涛这个球防守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张芒琪又是打对方周辉的身后 看这条打门漂亮 越位了越位了 我们看张芒琪这个球呢 首先是摆脱了对方的防守 过来之后这条传球 今天的第二周理财判李少博 这个球打得不错 又是一个好机会 打门 哦 球又进了 球又进了 上半场比赛的第30分钟 王野 林家豪一个看似解围式的传球 中场投球过渡一下 马上中路的队友送出一记直塞球 又是打身后 朱振宇 这个球塞的是真漂亮 还能控制 球全没有丢 外围这条远射 看看门前有机会 打门 球是进了 而且裁判员是判进球有效 铲出来 外围这条远射啊 确实没有人越位 没有人越位 而这个球传过来的时候 也没有越位 六场比赛都已经结束了 我们先来看贵州队这次机会 小角度的打门 尽管这个球没有丢 但是我们看门将张金啊 对于自己队友的防守 还是非常的不满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打门 球到了对方的半场 先保证这个球能够不丢 能够自己不停的控制 看这个球给的不错 停的也不错 哎呀 最后的打门 可惜了 打门啊 也没问题 因为凌空打的话 至少是完全可以发力 右脚一停 看这次 哦 这球打得漂亮 比赛的第59分钟 王选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球还是不绕过人墙 就是靠力度取胜 今天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 贵州队是3比1领先着北京北里公 北里公 前场断球之后 看看前场有机会 有机会 但是这场打门 打得太着急了 来自7号弹响 真是如果这一下能够传过来 中路的王子豪 贵州队这次反击打得也是不紧不慢 裁判员也是明哨结束了双方下半场的比赛